Hello 我是老雷 这段时间很少跟你们聊天 就是 我不是说了吗 我在路上 我在土布 我在哈萨克斯坦 我就不想一直聊那些政治的事 我会觉得头大 知道吗 就是想好好享受 偶尔收拾就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段时间 最火的话题当然是美国这个大选 对吧 然后我发现呢 就连中国共产党他自己媒体也贯注的 虽然应该说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事 对吧 什么是大选 但是还是要关注 什么人民日报啊 环球日报啊 CCAV啊 新华社都关注的 而且我发现他们貌似都高潮了 就特别开心 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今年真的是很意外的事 就是克林顿有很多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有特别多的丑闻啊什么 就是很不完美 然后那边一个特朗普 特朗普真的是噩梦 是一种小丑 很吓人的一种人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 然后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媒体 就关注的就说 哎 美国政治体制有问题啊 不行了呀 我在想不行了吗 不一定 就是包括我 我也被吓到了 我也被那个川普吓到 他说了那些话 而且他的支持率啊 就是我个人不觉得他会被选上总统 但是我会觉得就算他拿到一个什么百分之二十 也够吓人 因为他很多言论很反应累 但是这个说明美国不行了吗 那不一定 说明美国这个政治体制需要一些改善吗 或许吧 但是请问这种话 真的应该有你们说出来吗 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媒体 有脸说那种话吗 我们就看嘛 今天美国是什么 2016年的美国 这边一个Clinton 不完美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边一个Trump 一个小丑 然后美国百姓他们可以选 美国媒体可以报道 2012年的中国是什么 媒体可以报道吗 中国百姓可以选吗 这边一个习近平 那边一个薄熙来 薄熙来 习近平我们就不说了 对不对 方正赢了嘛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歌 打黑手 手环对吧 他的王立军还抛到什么 美国大使馆去的 对不对 王立军不是黑社会是什么 薄熙来他自己是什么 薄熙来他老婆还杀人 坐牢 薄熙来他自己也坐牢 因为腐败 然后中国老百姓有选吗 没选 习近平就上来了说 我吃包子 叫我习大大吧 来搞个阅兵嘛 你中国共产党的媒体 你真的有脸 说美国政治体制不行了吗 哈 啊